说到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大雪 大家不免想到的是下雪、雪人、打雪仗、滑雪、雪屋 还有其他关于雪的活动 不过在台湾,降雪状况少见 唯一在高海拔的山区才会发生 在大雪这一天 从古人观察大自然万物的转变 一直流传下来 都让我们觉得有不一样的感受 大雪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节气 当太阳到达黄金两百五十五度时 一般在每年的十二月七日至十二月八日 今年的大雪为十二月七日 大雪时节的开始意味着气温降价的更快 百昼也相对变短 历书记载 时机应为雪 至此历烈而大 过于小雪 过名大雪 历烈指的是凛冽 形容气候极度寒冷 台湾位于亚热带气候 只有在高山地区 温度与湿度相互搭配才会下雪 不会在都市看见大雪纷飞的情况 从字面上可以从体感温度感受到大雪结析之后的气温剧烈变化 在此时节 每一波的寒流 往往会让农作物与雨液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抵抗力较弱的小朋友和老人家也容易感冒或冻伤 要注意保暖 大雪节气适逢温差大 早起的时候应适度的运动 不可过度激烈 避免引发心血管的疾病 冬季的冰冷寒风 容易造成呼吸道的影响 对于头部与四肢要加强保暖 麻冒与手道缺衣不可 在室内不可完全紧闭门窗 会造成空气不流通 若外出时 造成温差过大 引起身体的不适 天气寒冷之际 血管收缩较为剧烈 平常时应保持愉悦平常的心情 多注意长辈的健康 除了寒流 在北部与东部地区 容易因为冬天封面的影响 造成下雨的情形 在大雪时 已不是台风的旺季 经常让中南部水库午水进帐 俗话说冬天雨 卡贵麻油 形容冬天的雨非常珍贵 冬天让人们觉得大地充满小条的意境 在越寒冷的天气里 梅花 茶花 可是逆向操作 越冷越开花 农民休耕时 种植各种颜色缤纷的花卉 准备为接下来的春耕作为养分 在一片无朝气的世界里 增添五颜六色的花絮 近年更成为冬季热门农村赏花海的季节 同时也是航局盛开的季节 在台湾铜锣 11月中起聚盛开 黄色 白色 粉色 真香夺目 每年都引起游客来一窥就近 在12月时 台东 资本 海马里 接去盛开 因为气候温度的影响 花旗较晚 一直持续到12月底 为寒冬增添绿意 大雪时节正式花生的盛产季 台湾花生一年可以松成两次 农历5月至7月采收的称为春豆 而农历10月至12月采收的即是冬豆 因为气候适合生长 冬豆的产量比春豆多出好几倍 近期会常看到以花生为主题的周边商品上市 以及餐厅分奔把花生加入菜单内 为此时节增添浓浓的好事会花生的小幸福 古人将大雪时节分为三后 以后 喝淡不明 此节气来临时 天气气温骤降 连寒浓鸟也停止了鸣叫 寒浓鸟其实不是一种鸟类 而是成主无数 以前民间流传的叫法 这就要从一则预言不识说起 传说中夏天寒浓鸟的羽毛 仿佛凤凤凤凤般的美丽 并四处鸣叫 但到了极低气候时 鸣毛就会掉光光 他再也没办法大肆炽药它的鸣毛 所以古人们才会说 到了大雪这个低温的节气 寒浓鸟就不会鸣叫 日后 古人认为此时为阴气最盛的时期 阴急而衰 阳气在体内开始上涨 于是老虎们开始寻觅另一半 三后 力挺出 力为蓝草的一种植物 也感受到了阳气的始动而冒出新芽 在此时破土而出 最后要介绍的是台湾的燕雨 大雪大到 乌鱼群到了大雪时 成群结队地游入台湾海峡 顶出山下十八 早朝燕退 意思是说 在农历十一月出山这一天 海水会提早满朝 十一月十八这一天 海水会较晚退朝 谋生的渔民要注意节气的变化 朝看东南乌 午前风雨集 早晨若东南方 乌云密布 中午前可能风雨交加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今天的大雪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